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知道吗 所有的佛菩萨他就这样 就空性以后 我想去哪一道我就去哪一道 现在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你是佛嘛 你说上天说 我想去第一道看看 你就去了 你起业第一道的状态 不是他是不改变任何状态的情况 他做着呢他就能全部体业 绝受 甚至他可以进入那个维度 他以前的一切都变了 这只是一个理论 理论上是可以达成的 从佛学的这个角度 因为我们是无我的 甚至我拿起这个 这样喝水都是一个程序写出来的 我的每一个举动笑微笑 所有的一切都是程序 那么我们理论上是可以怎么操作 只是操作 只是怎么操作 怎么进入人体 有时候程序输出会分掉的 但是你知道英国是可以有数字 数字化出来的 就是我们自然 可以从有形的 我们看得见摸得到东西 撕泄出来的 我现在是要有形的东西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不从气脉进入呢 因为气脉你看不见 要有形的东西进入 但是你知道 不是过来要翻译成地球语言 你这肉体你是基于什么 是欲望 欲望是什么 是绝受 绝受是什么 是神经系 没有神经怎么可能有绝受 如果没有神经 我们不会痛 贵根到底还在哪 你知道修正到最后 神经系统转化了 绝受受于想 就出三件了吗 你知道吧 到最后还是破了个受于想 受于想 你看佛教师 你看到释迦摩尼佛出世禅 进入受想 受于想空 立即入眠 你看见了吗 绝受想法 空调 就在这个人道就消失了 你知道 如果重序别出来 如果直接能输 你们神经系统 你送接是另一个 送接你知道吧 你的所有的行为 动作 知识 甚至你的性格都会改变 你知道美容 有的美容 我们可以在外边做手术吧 嗯 那这种改变 也是一种改变吧 以前在江湖上 确实有易容术 是吧 是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 以程序的编码 是改变你的性格 从里边美嘛 从里边让你 你觉得你脾气暴躁 这个人性格很坏 嗯 其实就是一个 你直接输那个程序 或者是你直接通过一个 内在的神经系统改变 这个人马上变得很温柔啊 这个人都改变了 他暴躁的那个脾气 性格完全改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需要 因为改变一个认知呢 需要好几年 你知道吗 嗯 你改变他的那种认知啊 他就认为这个是美的 那个是臭的 你需要好几年 但是你瞧嘴他的里边的 那个神经系统的话 可能很快 但是我们怎么样呢 不经过神经 比如说我们不经过 万科手术 怎么样能作与到神经系统 比如震动波啊 就万这些的机器的震动啊 那震动的频率 我们是要改变的 就是说同样两个东西 比如说我戴在头上 它是震动的 知道吧 但是这个震动的频率 我们来变 这种震动 这种震动 对你的大脑 会输入指令 你知道吧 就是那频率输入 你的大脑会 就是说神经系统 会接收到这种指令 这种指令 这种指令让它 比如说它是01011 那以前你是1212 你的性格可能就是 不是这样的 它就会不断的通话 然后抽0100 然后就指挥你 你可能 加喝水 咕咚咚咚咚咚 现在你慢慢的拿起来 然后一点一点的喝 成了酥米了 就是这种 最重要的是 你输入什么样的频率 这才是我们要开发的 而不是说 那个东西好做 那有新的东西 知道吧 你那个震动波 你哪一道震动 学进去呢 一个是神经 还有一个附体 对 但是全部这两个 都是影响你的神经了 我就看见 它就是在你身上 跟你合而为一了 但是合而为一 它是阴性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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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阴性的草 本来我们是阴性的草 有的时候跟它一相应 就是这两个草 比如说有一个鬼 不好意思 有一个鬼跟在我身上 那我就会看到 有一个东西 跟我是站在一起的 或者就在我的身上 跟我同样坐在这 那两个脸是也不一样的 我能看过去是这样 那么看到那个阴性的 可是电来上的 它的光是 它写现那个电蓝色的影像 是因为它的阵斗波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它写现蓝色的光 电蓝的光 我们是黄色的光 那如果把它分解 它只是一个光谱 你知道吗 它所以写现蓝色 那它这种光 就是阴盛盛的 使我们感觉到恐惧 并不是说我们怕那个鬼 是那个鬼 是那个鬼的那个阵斗频率 让我们就采生了恐惧的心态 就是我们心慌 是我们角色 我们恐惧就是主要兽 然后这个情绪就升起来了 对 你就恐惧了嘛 它那种波就 它靠近你的你 比如说一个冷血动物 后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猫 靠近你的时候 你虽然没看见 你后背就激疗骨凉了嘛 因为啥 它冷血的那种场过来 那您就可以啊 正动吗 通过一个场的话 影响了我们的角色 场是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闭黑关 我就可以不坦诚啊 这是个场嘛 你们自我太厉害了 自我这个场 你自我很强烈的时候 你接受不到那个场 还有一个这样的 但我强迫住进去是立马是 就是说你接受不接受 我就进去了 我强迫要进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想接受 但是我们打不开那个场 要是自我在那抗衡嘛 我们吸气来了 我们自己就扭转了那个场 我们就给它屏蔽了嘛 我们把那个场屏蔽掉 那现在是 只要你在一开始 你说我问你 愿意不愿意要我这个场 你说愿意OK 就入侵了 就是入侵你啊 你永远改变不了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可以屏蔽 但是你只要一旦你打开 你说愿意 只要你说愿意 啪就进去 不管你是在梦中 还是在中阴境界 还是在活着的时候 全部在那 这个场是消失不了的 我觉得佛教的系统是另一个 跟电脑系统是两码式 因为同样的 为什么之间不同 修正的角度也不同 当教的修正 修正到最后 他需要的助援 跟佛教的修正 需要的助援 因为他这个认知不同 他整个的系统的程序就不一样 所以再到最后 需要的助援 帮助很多都不一样 感觉你们目前的状态 最起码能达到这 就是说想出那些程序 然后甚至是一种导引也吧 或者能够让大家的状态 尽快地处在 某一个水平状态 保持状态 保持良好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很容易 但是潜能的开发 还有一个就是潜能 潜能的开发 包括就是 一个是让你看到六道 看到宇宙的奥秘 就是说 刹那直接看到 就是而且生灵其境的体验 只是几秒 哪怕几秒钟 就是那种 这就是潜能的开发 并不是说 让你说有多大神党 但是刹那之间 你具备了那些东西 我觉得就可以了 就是能够达到这一步 就是一个打开宇宙的钥匙 我觉得系统一直不要 因为到目前 我有记载的历史 只有现在是进入网络室 我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有人干了 没记下来 有人干了 它是用另一个系统进入了 比如说灌顶 附体 玛雅人的催眠 它就有很多方式进入 它跟现在的电脑的输入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有那种形式进入 知道吧 我知道催眠是 它是拿一种药物 就是有种麻醉药 它拿一个针 那个针尖是拿药进过的 然后就是轻轻的扎 你就像刺青 你刺那个花纹一样 就扎你一个脉 就是一般都是 扎你一个脉的 就扎一下穴位 你就催眠了 就躺下了 它不是倒影 然后在催眠状态 然后那个无意 就是那个神医 它就带着你的神识 你在那种状态里面是无意识的 无自我意识的 然后它带着你的神识去进入更高维度 就是它通过语言的导影带着你 那我醒来我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但是它会解决你在神识里面很多问题 比如说神生世世的一些术月啊 症结啊 心结 那你醒来以后你会觉得气脉很舒畅 症结却不打开 就是心病嘛 很多心病来自于宿室嘛 它会用于治疗 治疗一些心理疾病啊 通过催眠来治疗 现在都不是这种了 现在没有了 那是通过麻醉来进入的 还有它有刺激通过麻醉来做外科手术 就是一点点了麻药 然后就催眠你催眠 它的催眠是一个是药物 一个是心灵的催眠 通过医生的导影 你要休息 你要睡觉 它就有一串的意识的语言 然后导影你 然后全身的脏气开始休息 就所有的脏气都休息 然后完全就像死掉一样 死掉以后 它就割了你心脏 割了你皮 就是有些坏的 就是外科手术 做完给你缝上刀口 你都不知道 然后再把你叫醒 它要唤醒啊 唤醒之后 它那刀口已经好了 因为它可以下指令 也没有 它还有刀口 也会有时候还会 它给你用一些外入药 但是在整个做的过程中 你是没知觉的 就是用于麻醉 用于这个 就是催眠的时候 用于麻醉 用于治疗 还有用于打开一些心结 以前的 以前的印第安部落 就可以这样做 打开心结 它是带你的神识 有些无疑可以 有能力的无疑 它打开你的心识 它就带你去进入了很多 你的神神世世 就是能够带你进入 你的气脉 气脉是有形象的 你不是只是个 你认为的脉是个能量 能量是写像的 你的脉里边有像 你哪个脉有结了 那个结那块是有形象的 不像 在你很自我的时候 你的脉是不会真的写 写出来的心识里边 写不出那么多那种龙脉 就叫中脉啊什么很多 假如我去观看你的脉啊 假如一个凡夫啊 坐在那儿 你是没有那些东西的 它是空性思写出来 是我们本质上是有的 这就叫你本质上是佛 但是你现在不是啊 不像啊 就是说你四线处的脉是七车 七车八车的 就是啊 纠缠的也乱麻团 你根本就不是一条一条那种脉 那种脉那种那种状态 你心要进入很深的定境 才可能呈现出脉露的那种状态 然后看我们的气脉 全是纠缠的 在你心性上 就心很烦躁的时候 或者你的气脉 它全部是抽的 纠缠不清的 就是一团乱麻 那怎么打通 打不通 你要解开嘛 而解开这个 你知道吗 到最后是 这些脉会消失 一根一根消失 它是无形的嘛 脉会消失掉 就像你开始开始是 纠缠着脖子上 缠着一缺一缺一缺 缠着了 然后有一些 你清秀秀你解开 你会觉得有个绳子 这样绕着在解 但解完了 你会觉得那个绳子 根本不存在 但是解的过程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图像 是做成有形的比较空 知道吧 无形的就好做 比如你把你自己 当成一个能量 当成一个场就好做 因为我们可能 不能把自己 当成场 当成能量 你是用有形的 来认知世界嘛 你的自我是 用有形来认知世界 破掉你的自我 需要有形的都行 你说四大结空嘛 你这个四大嘛 你这个叫四大 你就聚起来 就算它是有一个结果往下来 那佛法所以患之患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工具 来破你这个四大嘛 就是一个对比嘛 我出现你就消失嘛 就这样子 阳光出现 黑暗就消失嘛 你更强大的能量超出现 你就自我就没有嘛 更强大的波 能量波震动 我们这个四大是由清觉 视觉 触觉 组成的 你知道 假如说你去怀念一个人 你会怀念他的声音 怀念他的图像 怀念他的感觉 摸上去 就是这些角色 你知道吧 因人无效吗 如果我们从一个场 这个场是由视觉 听觉 让你看着一些东西 听着一个声音 从触觉 让你摸到的 所有的一切 来改变你的角色的话 你是不是能清理到自我呢 比如说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 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 你不是少女 假如说一切告诉你 你所有的问题都是 你所有的之间都是错的 你不是少女 然后从哪改变 从视觉 触觉 然后把少女在你面前封解 变成不断的 不断的这个图像 不断的在你眼前也啊 然后呢 你的触觉 触觉就改变你的角色嘛 因为角色是 神经系统的角色是 从野耳鼻声声六根来嘛 如果是有形的改变你的东西啊 改变些处觉受 触觉 视觉 听觉啊 只要打乱他 你现在就是假象 但是为什么你那么相信呢 你现在这个少女是个假象 你知道是个假我 但是为什么你的 你的程序编码 导致你这么相信你真实 我同样有一个程序编码在那儿 让你相信你是假的嘛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是假的呢 如果你是假的 相对于你从这里 一切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突然你就会虚幻起来 你要这个世界要虚幻 你先虚幻起来嘛 你坐那儿就觉得不真实 你觉得我在做梦 我在做梦 你最起码有这种感觉 哇 为什么我在做梦 我在哪儿 你都不知道你知身何处的时候 我觉得对佛学的理解更深刻一点吧 清醒你的记忆 对 自己都虚幻了 那些五毒也虚幻了 他吃饭都觉得这往哪咽呢 这真的哪都 全部就是换进了 你知道吧 你只要把人体变成一个高价的精密机器就可以 我们现在要用物理的现象来做 不是因为导人 就是纯粹就是常常做 就是做一个东西 你持续性放在一个位置 会出现一种改变这个 比如说你们修行 最简单的说你们的情域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说因为情域不静 所以无法就社界天嘛 因为私材里边 我们出不了欲界 是因为我们有情嘛 那么这个情域是可以控制的 你知道 我就发现它 它是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力量 让你没有 它不需要你坐在那去抵抗啊 跟自己的欲望抗衡啊 跟自己的那些 直接有一个外在的物体 放在你的身上 你的情域就消失了 情域就消失了 你直接通过再修正 你很容易就裁定了 而且你每次能保持一种状态啊 你就不受 诱惑干扰很很少啊 遇见前的重视 最苦的就是情域啊 大家说生理死边都是以后的 但是在你们修正 到目前为止 最起码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这 那为什么要苦苦的等着去 我们去有一天 修的把它解脱掉 一个东西 你碰在身上你就没有了 完全是可以的 哪怕是压瘾也吧 或者是把它暂时的控制也吧 等你解脱了以后 你当然你的肢戒已经确立了 确立以后再拿走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回来 你一定掉不回来了 那从下往上说多难 你一定要有助约啊 不是说我给你说什么 还导引你啊 挣肢戒啊 我们有没有一个外在的东西 能够达成就是压瘾 就是除了药 能不能达成 达成通过神经系统的控制 来达成我的肢戒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可能真的不高深的一个装置 就只要选对人的某个部位 就够OK了 持续性的刺激 对他就可以 持对人的振动刺激 这个人情欲就会消失掉 他就不会被 在这方面没有感觉了 是啊 除了传统结代 他会去选择这个红阴的话 剩下的他 他完全是一个修行者 他就 他可以选择要情欲和不要情 他会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现在别无选择 我有情欲没办法 是到那个时候 我选择佩戴还是不配的 而且我认为是很简单的装置 就是一个电竞 只是找到那个地方 其实蜥蜴也说 就是个荷尔蒙蜂蜜啊 是啊 我们身体里边有些东西 是可以调整的嘛 调整你的分裂 持续性的七天一个疗程 你就可以了嘛 刺激七天你就没 你选择结婚 你只是为了说 我要选择结婚 传出结代 必不是认为你需要啊 让你的就是说 生理的生理特征 生理到心里进入色界天 你知道吧 就进入色界和无色界 就是说直接从欲绝前 就突破了 你知道吧 你被困的就是情欲嘛 度有情众生嘛 外在的再加上直见 内在的 配合 然后就突破了 就很清楚 你现在你看很多人 我为什么会 我们都进入这个时代了 为什么会辛苦啊 休息 我们为什么还要苦苦的盘子腿 坐在那等待呢 为什么离婷区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出家 那种很很困难的去抗衡的 跟自己的肉体本能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不需要受苦了 所有能让你去压抑受苦 需要熬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外在的装置来达成 满足你的愿望 就说你要切立耳吗 这手机不是切立耳吗 你要切立眼吗 望远镜啊等等 甚至你现在3D都出现了 你坐在那的海水都扑下来了 所有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还是要苦苦的在那 守候去等个劫 解脱这么多事也可以达成了 就是说怎么可能达不成呢 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 佛是三千年前 现在三千年了嘛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可以解脱的 我们是人是没有了 你知道吗 我们但是我们切立耳是靠这个来玩 人本能是没有切立耳 知道吗 你觉得我们解脱了吗 你在美国我在中国 我们可以通话 你觉得我们是解脱了吗 难道不是解脱了吗 情感的解脱吗 就是解脱了嘛 那我以前你有飞机了 你走一年我坐在家哭 现在知道你两个小时飞回来了 是不是 那不是情感的 那又不哭了嘛 所有的外在的工具 都帮我们达成了 那现在所有的哭 都可以有外在的工具帮助 为什么还这么辛苦的休息 你说马亚人他把那个信息 存到银头屋里边 这个这个技术 我们能不能做到 开光就可以啊 开光就是这样 但是开光以后 他对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是你认知的 这个物质世界的影响 又差点多大 来自于你的认知 所以我要把那些东西 直接用在你的人体上 就是直接用到你的肉体上 改变你的认知 那就给人开光了 OK 但是不能用无形的 因为给你开光 你要有有形的 因为你只认识有形的东西 但是有形的里面 可能储存在无形的能量 等等 就这样子 太阳有什么能量 其实最大的还是空性的能量 比如说飞碟 飞碟 它是它的系统 它在中心位置 它飞碟的中心位置 有一个这样的装置 就是说中间是空的 知道吧 中心位置是空的 它然后四面就是连接这个环 然后它是这个能量 从这儿又出来 然后又循环回来 从这儿就来 它永远是循环回来 自己再用 像运动机一样的 而且是自身循环 自身自由 永远它不会消耗 但是中间这个是空的 中间是没有装置的 它拥有了空性的能量 就完全是两边在 所有的能量不断的在循环 不断的在这儿循环 不断的回归出去 回归出去 这样子 就是看它旋转的时候 停下来 就是这样 现在我看一些飞机的探索 它不消耗 我们能力能源会消耗 它是不用消耗的 它不消耗才是永动 我们的系统 比如说你们带一个水晶链 里边有储存 但是你带的位置 你把它带到什么位置去 就是说我可以开光 或者是去进入 去进入位置 把它能量注入到一个东西来边 而那一个东西 佩戴到你身体的任何位置 是不同的 这种强行进入 它怎么样进入 选择哪个点进入 让你觉受到 就是说你带着这个东西 是你不动的 你是感觉不到 你忘了 有时候这个熟练 但是假如我有一个东西是震动的 我这个能量不断的在震动 不断的在震动提醒你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不断的在震动的话 对你刺激又是不一样 认知 你的认知 你不断的跟它裂接 这个也是就是说 会对你有些改变 我建立的 我不一定改变你 但我改变你的脏气 比如说我跟你的身质系统改应 我只跟你的身质系统 我不跟你少年改 我只跟少年的心脏改应 肝改应 皮改应知道吧 脏气改应知道吧 我直接作用你那个脏气 我把你脏气当成一个活的 你没有情欲 就翻过来 影响你的脏气的时候 影响你的认知 现在你用你的认知影响脏气 我翻过来用脏气 用你的身体的觉受 来影响你的认知 就是物理的是 可以刺激你的脏气的 你的脏气出现一些反应 让你认为这就是热的 其实你在冰库里坐着 如果把你的眼睛堵上 把你扔到冰柜里 我不告诉你你在冰柜里 你是没有认知的 那么我用一个脏气 我刺激你的某个地方 然后让你的身体发热 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冰柜里 你的认知是 我在一个很温暖的房子里 那不是个错觉吗 就是说外在的 我不断地刺激你的 每个脏气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界 是否能改变到看法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这个可以做到 我们最重要的是解脱 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解脱一定在大脑里 头脑或者心脉 脑根脉 心脏不畏 脑柜心脏不畏 脑柜心脏不畏 不是 我们是一个迷失的羔羊 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会导引你 你知道吧 既然一颗西瓜能改变东西 说明很简单 你知道吧 任何一个 假如这出现了任何一件新鲜的事物 都能改变我们的这个潮 改变你的眼光 改变你的认知 马上就 你着想嘛 怎么可能改变不了 除了触觉 视觉 什么一切就改变 就这么简单 你的触觉都是假 饮食吃东西 就是饥饿 饥饥 可以点穴壁骨的 就是点了穴 你就不再想吃东西了 看多长了 看一人而已了 但是你可以喝水 喝点水 就够了嘛 有的医生都只吃水果跟水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 如果是一个高等 就是说这个人修正到一定程度 他直接告诉你自己的胃 你不需要吃东西了 他就不吃了 对嘛 就那么简单 你不需要吃了 你不需要吃那么多 他真的不需要吃了 从第二节开始 他吃的很少 而且没问题 他感觉很饱 他一直觉得很饱 一句话 但是如果说你不认知 尤其是那种受过医学说 七天就可以饿死人了 你不相信 我怎么抗能不吃东西 你这样抗衡的话 那就需要外力了 如果对这个稀图很认知 你坐在这 跟自己的位置说 从明天起少吃点吧 不要吃那么多了 你不需要太多 你不需要太多 他就迅速的那个稀图就出现了 他就不需要 就那么简单 他真的不吃了 如果你的完全相信这个观点的话 他真的不吃 所以你不需要吃了 你吃一点就够了 你的生理技能已经足够了 你不需要打吃 不需要吃那么多 你装不了 你不需要 直接告诉他 他就够了 如果是 所以说你知道 十色性也 两个本能 都可以通过认知改变 但是这个认知是到了一定时度 你才能改变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直接告诉他你不需要 直接告诉你的生理系统 告诉你的胃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靠外在的刺激改变 本能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本能就是个神经反射 你知道吗 快乐也罢不 因为只要是本能 你知道就可以用物理现象改变 开气脉物理现象 外在的阻力来改变 本能的反而是好改变 因为太物质化了 心情上的东西是一种症状 你知道心情上的东西 来自于生生世世 你就要进入维度 你知道吗 而生理上的更容易 控制 但是现在不是让你自己控制 你现在是 休息人士在自己控制 十余和幸运 因为你是一个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 这就是一种考验 而且自我控制有缘于犯错 外力控制 我用某些东西去控制你这个通道 控制你的这个气脉循环等等 都可以 点线是可以的 但是点线不一定 每个人都不能去点线 那你自己怎么做 外力外在的 外在的一个东西 好的 各位 您找什么 您想做 还是您区的 您在打 guideline 请不准备 看看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